金军很快地就到达了明州 最后的决战仿佛一触即发 而北宋这边还在因为上传人员不均衡 争执不休 那么皇上将会采取什么手段 来处理这场闹剧呢 他们能顺利脱险吗 文化学者李亚平 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它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讲到 金国人的第四次南侵 然后突破长江防线之后 他们的一个部队就快速地 展开了一次斩首行动 那皇帝他们就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一次险些发生这种军人的这种滑变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的这种 不管是皇帝也好 还是宰相也好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对这些军人们是不公正的 原因就是当时对这些文官 对这些高级官吏们 他们是可以随便把自己的这个 家属们都给带上船 那个逃跑的那个海船 确实数量有限 但是也至少应该用一种 相对公平一点的这种方式 而不是说 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家属都带上船 你因为你是军人 所以你只能带两个家属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确实特别容易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反对 尤其是面对着 有可能是生离死别 有可能是从此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些军人们的这种情绪比较激动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军人们就就把这个宰相就在路上就给拦住了 就质问他 你只让我带两个家属 那我带谁 我有父母 有岳父母 有子女 有妻子 那就这么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皇帝和宰相就就很慌 因为前不久刚刚发生了这个苗流兵变了之后 他们就害怕再来一次的这种兵变 那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和宰相就紧急商量 怎么办 最后的结果 他们就决定要用强硬手段去镇压 就从外边调来一些部队 悄悄地把他们的这些警卫部队们 这些卫士们就给包围起来 包围起来 然后天一亮就开始发动攻击 就把这些 他们认为要划遍的这样的一些 卫士们的武装给解除 解除完了之后 就把一些为首的一些人就给杀掉 然后就把整个这件事情就给平息掉 平息掉完了之后 他们就马上就上船 然后就扬帆远去 在这次逃跑的过程当中 他们先是上了船了之后 然后就到了当时叫仓国县 仓国县就是今天的舟山群岛 先到了舟山群岛 然后到了舟山群岛之后 就沿着浙江福建的一带的沿海 就往台安 什么临海 什么今天的温州 就往这个方向就逃掉了 金国军队很快的就追到了宁波 就追到了他们上船的那个地方 然后金国军队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马上在当地就大规模的征集海船 就是要下海去追 大家知道有一句谚语 或者叫一句俗话 就叫南兵散水北兵散骑 就是北方的军队是比较善于那个骑马作战的 那么南方的军队是比较善于打水仗 在水面上作战的 金国的骑兵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短板 一个短处就是 他们对于海上作战 对于水上作战 基本上是找不着感觉的 从当时的史书上面看 那个金国人一上了船之后 所有的人都在那个船上趴着 然后呕吐的一塌糊涂 就没法打仗的 所以他们下了海了之后 其实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海上的军事行动 但是他们征集船下海来追的这个消息 已经足可以让皇帝他们紧张万分了 所以他们就一直往南方 向南这个方向跑 到最后跑到了温州附近 这一次他们在海上足足飘荡了四个月 有一个记载就是说 有一次他们实在是没有这个后勤宝藏 跟不上了之后就靠岸 靠岸了之后 这皇帝就上岸就去找吃的去了 皇帝就带着他的这些部下们 就到岸上去找吃的 然后进到了一个寺庙里边 那么这个寺庙里边的这些方丈也好 和尚们也好 他们没有任何准备 就把那个寺庙里边能吃的东西 都给收罗出来 是五块炊饼 史书上记载说 这五个烧饼黄的一个人 就狼吞虎烟的吃掉了三个半 然后还意犹为尽 剩下的一个半也不知道给谁吃了 当时就能看到他们在逃难当中 就相当艰难困苦 那个宰相级别的人都穿着草鞋 那么这一年的春节 他们都是在海上过的 在春节的时候 春节过完了之后 倒是有一个小小的花絮 就是在海上的时候 突然看到远处 有两艘大海船 蹭风破浪的直冲着他们过来了 把他们吓坏了 就以为是金国人的追兵到了 所以就一阵紧张 完了最后 等到那两艘大海船过来之后 才发现不是军船 是商用船 是民间的那种商船 而且这两个船上面是满载的橘子 就是人家是要去卖那个橘子的 皇帝就下令把那些所有的橘子都给收购 高价收购 收购完了之后就给自己所有的人分 分完了之后 当时是快到正月十五了 快到正月十五了之后 这些橘子分给了大家 皇帝还出了一个主意 就把那个橘子包的好一点 就不要把那个橘子皮给它剥 给它剥散 剥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然后呢上边有一个小口 把那个油啊 倒到那个橘子皮里边 点上灯 点上灯的时候放到海里 然后据说当时在那个沿海一带 温州的沿海一带 有几万个这样的小灯 在海浪当中那种漂浮 成了当地正月十五的一个风景 然后很多温州的这个老百姓 都到那个登到山上去 然后去看那个风景 据说直到现在在温州还流传着 就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民间传说 春节过后 北宋官员们已经在海上 飘荡了三个月之久 他们个个都苦不堪言 焦躁不安 金军方面也因为 斩首行动的失败而准备撤退 对于北宋政府来说 这无疑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但对于老百姓 这便成为了他们的灾难 大家知道在南方 进入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 就差不多进入黄梅季节了 那一进入到梅雨季节了之后 那潮湿温热 然后那个梅雨 再加上江南地区 那个河湖广差遍地都是 就是骑兵大兵团作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整个江泽的一带 东南沿海的一带 就当时已经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了 就在这一带开始烧杀抢掠 然后能抢多少就抢多少 然后就把这些抢来的一些东西 就都给装到沿着运河 然后就装到船上边 然后部队在岸上走 然后那些财物在船上边 就开始向北方撤退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一次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战斗 这次战斗就是 韩世忠在金国人打过去了之后 韩世忠就收拢着他的部队 当时据说到最后 韩世忠的部队已经有了八千人左右 韩世忠就带领着他的这个八千人的部队 和这个往北方撤退的 可能史书上记载的就很混乱 有的说就是将近有十万金国军队 然后也有说有六万的 还有我还看到过一个数字 说是有十三万的 反正双方的这个军力的对比 就相差很悬殊 但是韩世忠的英雄本色 就在这一次就表现得很突出 完了另外一个在中国社会 后来八百多年 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一个金国英雄的故事 也是发生在这一次 那这样的一些韩世忠的那个英雄事迹也好 这位金国豪杰的这样的英雄事迹也好 是些什么样的事迹 它是怎么样发生的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下次再谈 vi不能再谈